早晨7点半左右,江先生被外面的气气声吵醒了,仔细一看,自己正躺在一个空集装箱里,而且这个集装箱已经被吊到了20多米高,江先生赶紧打电话和朋友取得联系,朋友报了警。 通过集装箱里面的号码,民警查到江先生所在的位置,是在青岛开发区的一家物流场站里。 工作人员说,这批集装箱本来都是在地上摆放着,早上6点多钟,工作人员把集装箱挪起来,打算撞到船上运往国外。 在搬动了42个集装箱之后,江先生所在的那个集装箱终于被慢慢地运了下来。 打开集装箱的门,江先生正在里面坐着呢,经过一番折腾,江先生酒也醒得差不多了。 怎么样,你现在感觉没事吧,没什么问题吧。 面对民警的询问,江先生说,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是怎么爬进集装箱里的。 记不住了,我就是想做一个梦,但是我做一个梦感觉在这个乡里。